大家好 我是禅师官蓝爸爸 今天咱们把这个封城秀吉给重新说一遍 之前咱就说过 要把这个战国三节给重制一下 因为讲他们的时候 属于是频道的初期 很多东西都不成熟 说的也比较粗糙 但你要说让我把所有早期的人物 都讲一遍也不现实 是不是 炒冷饭也不带那么个炒法的 咱就把战国三节跟关东龙虎 这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重新讲一遍 然后照理说 应该是先说大魔王 这猴子得排第二 但是有一个小伙伴 总是特别支持我 是来自西瓜的一位朋友 他有事没事 老是给我打赏 每次都不少 我挺不好意思的 就主动联系了他 交流一下 他说非常喜欢听猴子 我说正好我要重说 就先把他给安排上了 以此来作为对这位朋友的感谢 那么在这我也呼吁大伙 不用给我打赏很多钱 没事给个一块几毛的 鼓励鼓励就可以了 因为在国内平台 没有这种会员机制 我没有办法有效的回馈你们 你们给多了 我也不好意思 不像油管可以加会员 我每个月给会员制作专享视频 这样有来有往的比较好 那么在这儿呢 也统一的感谢一下所有支持我的小伙伴 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我才决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做视频上 说不定以后呢 真的能成为一件可以长久做下去的事啊 好了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猴子 风尘秀吉生于1537年 出生地在日本伟张国爱之郡中村 小名日吉丸 大名藤吉郎 外号猴子 相信跟我岁数差不多的朋友呢 应该都知道啊 光荣今年呢 终于要发行泰格舞的重制版了 这对于我们这种老玩家来讲 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 话说猴子生父啊 据传说是一名叫做 木下弥幼未门的族青 母亲呢 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政所阿仲 首先呢 关于他父亲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猴子的爹 有待口证 现在呀 只是推断应该是他 这也是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 甚至在一些传说中呢 猴子没有爹 母亲梦见太阳 钻进了自己肚子 然后就怀孕生下他了 所以去小明日即晚 当然这是扯淡 古今中外的大部分当权者呀 都会神化自己的出身 我个人认为呢 猴子的生父啊 应该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农民 普通到猴子发达之后啊 都不愿意提起自己亲天的名字 就算这木下弥幼未门是猴子的生父 那也跟贫农差不多 那个时候的族青呢 大部分都是农民 不属于武士阶层 相当于给官府打杂卖命的 是到了江户时代啊 族青啊 才完全属于武士 而且是武士的最下级 所以说呢 猴子出身低贱啊 应该是铁定的 后来有一部史料叫天正记 里面说猴子的外公啊 是公卿 甚至暗示猴子是天皇的私生子 这更是瞎扯淡 这是猴子为了提高自己身份 而使用的卑鄙伎粮 因为天正记的作者呀 就是猴子身边的人相当于御用携手 那么在猴子七岁那年呢 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阿仲为了生存 只好改嫁同村的猪阿弥 可能是猴子长得太丑 也可能是猪阿弥啊 不同意对方带孩子 在母亲改嫁之后 猴子就离开了家乡 独自去闯荡 据说呢 遇到了一位恩人 远江国 投驼四成成主 松下之刚 被人家收留 在人手底下干活 让小小的猴子啊 能有一个安身之处 后来又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实在是长得太丑 松下之刚 每天见他呀 吃不下饭 所以他又离开了 转而通过一些亲戚关系 去做贩卖针线的生意 用于糊口 总之呢 少年时期的猴子 可以说是过得相当困苦 从小就没人管 颠沛流离 直到他遇到了一位贵人 历史的齿轮才开始转动 1554年 17岁的猴子 不知怎么地 就成为了 知田信长的小者 小者就类似于奴仆 给主公牵马提鞋 可能啊 伪装是自己的家乡 漂泊这么多年呢 想回到家乡出力 于是啊 就应聘到信长门下 本来呢 信长都不正眼瞧的 先说哪给我找 这么个奇品长相 可是呢 架不如猴子聪明 据说啊 这跟他从小喜欢抓泥球吃 有关系 一来二去的 跟信长混了个脸熟 信长就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猴子 因为啊 他长得屈黑精瘦 个子又特别小 脑袋又挺机灵 成天上蹿下跳的 这不跟个猴子一样吗 而猴子自己呢 也懂得把握机会 伺候信长特别细心 有一次信长跟家臣 在屋里谈话 外面下着大雪 猴子为信长提携 在外面等待 为了信长出来后 能穿上温暖的鞋子 他就把鞋啊 揣到自己怀里 后来啊 信长很受用 为了此事 大家的赞赏他 再后来 他又凭着自己的机民 总览了青州城 普请凤行和台索凤行 一听着名 好像是个挺大的官 其实呢 就是城里的土木工程和厨房 有点像管家 慢慢的猴子在枝田家中 混出了一些小名堂 信长也开始额外关注他 1560年 东海盗第一攻取金川议员 大举进犯伟章 整个支田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此时信长决定亲自出阵 向金川议员本阵发动棋袭 并且任命猴子为族青祖头 跟随一起杀敌 统霞间一战 大魔王横空出世 而猴子啊 也在战场上立下了人生首个军功 两人都通过这场战斗 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据说在战后呢 信长为了表彰猴子的功绩 赐予他木下的苗字 称为木下唐吉郎 成为了一名正式的武士 因为在传说中啊 信长第一次与猴子相见 就是在一棵树下面 所以取木下 同时呢 还在第二年将家臣 前野长盛的养女宁宁嫁给了他 宁宁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北政所 号称女泰格 两人举行了极其简单的婚礼 由好友前田丽家和他夫人阿松 作为证婚人 从此之后 猴子开始活跃起来 1564年 在与美农斋藤家的作战中 成功诱详了松苍城主 平内立定 和提爪城主大泽次郎 受到了信长的极大肯定 也就是在这一年前后 他开始使用秀吉的名绘 称为木下秀吉 开始有头有脸了 1566年 由于知天家与斋藤家作战一直不明朗 所以信长决定在前线修筑城池 可是呢 太前大将柴田盛家和左九间信盛 都先后失利 这个时候啊 猴子鬼精鬼精的站了出来 接下了这个困难的任务 据说他带着手下 风虚鹤正盛和前野长康 在夜晚利用河流木增川运输建材 部队则轻装快速行军 到达地点后手脚麻利竟然在敌人眼皮子底下 于一夜之间建起一座防御设施 号称墨雨一夜城 当然这个事异化的成分比较大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猴子完成了任务 信长也终于拿下了美农国 第二年 猴子为信长说得了著名的军师 足中半兵卫 后来半兵卫成为了他的余力 为猴子不断的出谋划策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568年 信长用力足了一招为15代将军起兵上落 并且在当年直达京都开启了天下不武的模式 猴子与明志光秀 丹宇长秀和柴田圣家 共同被任命为京都留守奉行 第二年 尼子家残于尼子圣九 在出云举兵对抗毛利市 现场接到毛利元旧的球员 命令猴子率领两万大军出兵弹马国 以牵扯尼子家后方 他在10日之内一连拿下18座城池 帮助毛利家成功平慢 随后便回到了京都 其实这个时候 猴子已经得到了竹中半兵位的顶拨 搭起仗来开始无往不利 1570年 周边大明组成反信长包围网 魔王开始讨伐越前招舱易警 结果打到金旗城的时候 忽然收到消息 信长的妹夫前景长正准备叛变 从后方夹击支田军 身在前线的信长汗流加倍 赶紧收拾东西准备撤 并且需要有人留下定后 此决体绝命之际 又是猴子站了出来 跟他同样留下的还有明智光秀 两人共同抵御朝仓与前景的前后夹击 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保证了信长撤退的时间 并且两人也都活了下来 史称惊奇大撤退 此战之后 信长对猴子是越发的信赖 不断的为众人 1572年猴子借用支田家两位重臣 丹宇长袖和柴田圣家的姓氏 给自己取了新的苗字 宇柴 此后称为宇柴秀吉 他的意思呢 是要像两位一样 为主公信长不断做出贡献 以此来勉励自己 更深一层的用意啊 其实是猴子作为家臣团中的后来者 得不到其他同僚的认可 主要呢 就是因为他出身太低 人家都不想跟他一起玩 再就是啊 他那种长相 性格和来自社会底层的形式方式啊 也跟其他人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呢 他属于是巴结这俩人 当时在支田家的家臣团中啊 柴田圣家是比头 但与长袖次之 只要这两个人不讨厌自己 那么其他人呢 也不会对自己非常排斥 第二年 支田家攻打了前景长征的小古城 猴子率领3000人 在半夜向城池发起进攻 成功拿下了城内的荆棘丸 对于战斗的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因此在灭掉前景家之后 信长综合猴子的一系列战功和贡献 授予他北晋江三郡 以长宾城为主城 共计12万弹的领土 从猴子开始侍奉信长算起 他用了17年的时间 从一件奴仆建民变成了一方城主 成功跨越了社会阶层 提升大名行列 在自己发达之后 猴子开始疯狂的招揽家臣 因为他跟别的武士不一样 人家要不就是原来就有家臣 要不就是有大量的亲族支持 而猴子呢 可能这些年啊 自己也有一些比较信得过的属下 但是要统一自己的领土 光靠原来的那点人是不够的 更何况呢 这些人都是半路认识的 要想这自己得来不易的领地能长久 就必须找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 来充实自己的实力 要不呢 就任用普代家臣 那这个猴子不可能 他是贫农出身 所以啊 除了已经跟着自己的亲弟弟小一郎之外 他又把姥姥家和媳妇家的那些小孩们 都接到长明城来培养 比如辅导政责和家能清政 把这些孩子们呢 都交给自己的老婆宁宁来照顾 同时呢 他又吸收了很多前景家的旧臣和晋江的人才 比如十年参成 虽然搞定了当时的问题 但是却为以后封臣政权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弄完了人手的事 猴子又开始鼓到另一个自己非常期待解决的事情 那就是后代接班人的问题 自己老婆宁宁呢 一直没有生育 这对于猴子来说 无疑是非常大的打击 如今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家业 自己啊 又三十好几了 再不生个儿子 以后这家门都不知道给谁 于是呢 猴子开始到处拈花惹草 本来啊 他就好色 传说中猴子在这段期间有过一个私生子 名叫石松丸 可惜呢 自己没那个命 不久啊 就夭折了 然后啊 猴子不气馁 继续在外边胡搞 最后搞到宁宁实在受不了了 直接就告到了主公信长那里去 相传 信长是个非常尊重女性的人 不仅亲自给宁宁回信 夸赞他美丽大度 而且啊 还给猴子找了个台阶下 毕竟在那个时代啊 男人找几个小的也是正常 1574年 猴子受领助前守的官职 第二年 参加了击败五天家的重要战役 长晓之战 1577年 信长命猴子随柴田盛家 出兵能登国七尾城 以抵御越后之龙 上山千信的进攻 结果走到半道上猴子跟圣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竟然自己引兵回城 应该是当时啊 上山家已经占领了七尾城 猴子认为呢 救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啊 主张撤军 但是啊 前天圣家不同意 后来 知天家在与上山家的战斗中惨败 是为首取川之战 战后信长大怒 严厉的斥责和惩罚了猴子 上次行动违抗军令 杀头也不过分 但是呢 正是用人之际啊 猴子也很快就立了功 所以啊 功果相抵 逃过一劫 同年信长下令 让猴子出兵波魔国 用于遏制西国毛利家的发展 随即猴子进驻基禄城 以黑田官兵卫为代表的波魔众 也加入麾下 很快猴子在波魔收效了不少战果 与毛利家打的有来有回 很多豪族和大明转而投向枝田一方 比如领有备前和美作的余喜多家 攻略中国地方的期间 射金国有刚成荒木村众和波魔三木城别所长治先后谋版 使得作战一度中断 好在 那支田家反应很迅速 将两次叛变全部剿灭 猴子也得到了主公信长的许可 将信长的次子鱼刺完收为养子 用来加强君臣之间的关系 而同时猴子的得力军师 竹中半兵卫英年早逝 在军事和策略上 开始更加的倚重黑田官兵卫 1580年 猴子成功拿下弹马国 守护山明氏降服 整个弹马交给了弟弟羽柴秀长来管理 自己则继续回到波魔 专心与毛利家作战 第二年围攻殷藩国鸟取城 此战猴子采用了惨无人道的冰粮工 将城池周边的所有粮食 以高价买断 并且在水路上切断鸟取城的补给 断绝城中一切粮草 然后把城外的2000多名农民 全部赶进城中 使得里面的粮食更加的紧缺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之后 城中出现了人相识的现象 到处都是瘦如柴骨的饿瓢 城主集穿金家 无法承受眼前的惨状 以自觉换取投降 其实在平静三木城的时候 猴子也是用了这种策略 让满城的人饿死 这两次冰粮工 被称为三木干煞和鸟取鸡煞 1582年 猴子从基路城出兵 率领三万大军 进攻贝中国高松城 高松城整个城池 建在一个低洼的湿地上 周围有大片的沼泽护城 人也过不去 马也过不去 而且城墙修得很坚固 可以有效的抵御攻击 最主要的是呢 这次猴子啊 少了支天家水军的支援 无法从水路切断粮草 城主清水宗制 率领三到五千人 垄成防守 很顺利的就抵挡住了猴子的前两次强攻 如果一直拖下去 让城里成功求援到毛利家大军 那可就不妙了 就在这一筹莫展之时 军师黑田官兵卫向猴子提出了水工的建议 本身高松城处于堤坝地带 旁边呢 又有一条河水充沛的足手川 再加上当时啊 正好是农历的五月份 每雨时节 几乎每天都要下雨 所以啊 只要建起一座堤坝 整个高松城都得泡水 猴子听了这条计策之后 连连称赞 马上就开始勘察地形 准备施工 他再次使用金钱大法 出高价雇佣当地农民 配合士兵仅用了12天 就在高松城南边 建起了一座高8米 底部宽24米 东西近4公里长的巨型堤坝 而高松城的城墙只有5米高 果然呢 水坝建好之后 就像官兵卫说的那样 很快整个城里的人 就开始成天游泳 这个时候啊 毛利家已经收到了球员 家主毛利辉元 和他两个叔叔 击穿云春 小早川龙井 率领五万大军匆匆赶到 道理一看 大伙都在城里边洗澡 那也没有办法 只能干嫩言 因为就算是能打赢猴子 夺下了堤坝 等仗打完了 城里的人也早都淹死了 而猴子这边呢 人少 对面毛利家两川都在 自己啊 也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呢 很自然的 两家就不约而同的 开始谈判 猴子呢 心眼多 一边谈判 一边给主公信长 送信求援 如果枝田大军集结 此时将会是一举 歼灭毛利家的大好时机 信长接到猴子的信件之后 也明白啊 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呢 赶紧安排明智光秀 带人先去池圆 自己则进驻京都本能寺 集结部队 随后就到 可是呢 大伙都知道 魔王手考又开始了 明智光秀一把火将信长烧死 占据了中央 等个天下瞬息万变 猴子本来跟毛利家扯皮扯的挺开心 忽然听说呀 营中抓了一个奸细 提来审问 从身上搜出了一封信 是明智光秀送给毛利家的 上面说呢 信长以此 请毛利家与自己前后夹击于柴秀仪 传说猴子见了这封信之后啊 痛哭流涕 为主公的去世而悲伤 那么关于本能寺之变的一些猜想啊 我在明智光秀那期讲过啊 我的观点呢 是猴子肯定提前知道这事 或者说呢 明智光秀也许啊 是出于拉拢猴子的目的 主动给他送信的 那不管怎么样呢 猴子知道这事之后啊 马上与毛利家达成了和谈 毕竟毛利家是真心想讲和啊 人家一成的人啊 都泡到水里呢 最终以城主清水宗制切腹为代价 达成协议 猴子撤兵 水坝泄水 实际上这次交锋呢 是猴子赢了 只不过呢 遇到了大的变故 没有继续下去 如果一直扯下去啊 毛利家是绝对占不到便宜的 因此呢 水淹高松城 成为了猴子一生的得意之笔 他经常拿这件事啊 向别人炫耀 甚至后来呢 在攻打北条家忍成的时候 执意让负责工程的主将 十天三成也用水攻 其实呢 就是想不断向世人强调 自己这点功绩 结果啊 忍成攻略失败 十天三成也替他背了锅 好的 关于猴子呢 这一期肯定是讲不完的啊 今天呢 咱就先说到这 下期咱们再见 拜拜 咱就担心下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 咱们再来 先让别人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